全能神话语朗诵 关于追求真理 怎样追求真理 九 再往下看 神说 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管辖是什么意思呢 用棍棒管 把女人当奴隶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那是什么意思 照顾他 对他负责 这个负责 意思有点接近了 这个管辖 与女人引诱男人犯罪 这件事有关系 因为是女人先违背了神的话 受了蛇的引诱 然后又导致男人 与他一起被引诱 背叛了神 所以神对女人 就有点生气 就要求女人 以后不要出头 女人做什么事情 要跟男人商量 最好是让男人做主 那给不给女人做主的机会 可以给 女人可以和男人商量 也可以做主 但是最好不要自己拿主意 得和自己的丈夫 自己的男人商量商量 就是大事最好和男人商量着来 作为女人 你不但要陪伴你的丈夫 还要帮助你的丈夫操持家务 更重要的是 丈夫在这个家庭中 在婚姻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应该是一家之主 你做什么事情 要与丈夫商量 因着性别的区别 女人在思想上 在心胸上 在看世上 还有在对外的 方方面面的事情上 她不比男性占优势 男性反倒比女性占优势 所以说 根据性别的这个区别来看 神给了男人一种特殊的权利 在家庭中 男人为主 女人为父 女人需要辅助自己的丈夫 或者陪伴自己的丈夫 管理大小事宜 但是神所说的 你丈夫必管辖你 这句话 并不是指 男性就比女性地位高 或者男性在整个社会上 就应该占主导 并不是这样的 神说的这句话 只针对婚姻而言 只针对家庭而言 只针对男女双方 在家庭中的所事而言 这个针对家庭所事而言 并不是要求男人就处处管制 要挟着女人 而是让男人主动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责任 同时也要对女人 这个相对弱势的人类加以管理 还有做出正确的引导 从这点上来看 这就给男人一些特殊的责任 比如说在一些大事大非面前 男人要主动出来承担责任 不要把女人推入火坑 也不要让女人经受一些 社会上的侮辱霸凌或是践踏 男人要主动出来承担责任 并不是因为神说的 你丈夫必管辖你这句话 就可以拿棍棒吆喝管制女人 把女人当成奴隶一样随意对待 在婚姻的前提之下 框架之下 男性女性在神面前是平等的 只不过男性作为丈夫 神赋予了他一个这样的权力与责任 这只是一种责任 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权势 并不是让你不把女人当人带 你们俩是平等的 男性女性都是神所造的 只不过对男性就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就是一方面要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和责任 另一方面 在每一个重大事件出现的时候 男人要挺身而出 担负起一个男性或者丈夫这个角色 该有的责任与义务 尽最大努力不要让自己的女人做女人不该做的事情 土话讲就是别让他遭罪 别让他受女人不该受的苦 比如有的男人为了自己的职位提升 为了自己过好日子发大财 为了追求自己的名利地位让人高看 把自己的女人推给上司做小妾做情人 让自己的女人出卖肉体 出卖完之后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这女人他也不稀罕了 不想要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样的男人有没有 这是不是魔鬼呀 让你管辖女人 事实上就是让你尽责任保护自己的女人 因为从性别这个生理的角度来看 男性看待事情的种种思想观点 境界或者见识 其实是优于女性的 这是事实 谁都不可否认 所以 既然神把女人交给了男性 说你丈夫必管辖你 男性应该尽的责任 就是担负起一个家庭的担子 或者是在发生种种重大事件时 保护好自己的女人 爱护好自己的女人 能够体谅她 理解她 不把她推入试探中 能够担负起一个丈夫 一个男人该担负起的责任 这样在家庭中 在婚姻的框架之下 你该尽的责任义务就尽到了 就会让你的女人觉得 你是值得她托付 与她共度此生的那个人 你是值得信赖的 你的肩膀是靠得住的 别道女人依靠你的时候 需要你这个丈夫拿主意 处理重大事件的时候 你自己蒙头睡觉去了 或者喝酒去了 赌博去了 或者逛街溜弯去了 这都不行 这就是孬肿 不是好男人 没尽到你该尽的责任 如果你一个男人 什么重大事情 都需要女人来出头 你把女人 这个比男性柔弱的角色 推向一个个火坑里 推向风口浪尖 推向种种繁杂的 大事小情的漩涡中 这不是一个好男人 该做的事情 也不是一个好丈夫 该有的表现 你的责任 不是让你的女人 恋慕你 陪伴你 辅助你过好日子 不是仅此而已 你还有你该负的责任呢 他对你尽到责任了 那你对他是否尽到责任了 你不是让他吃好穿暖 心里舒坦就完事了 更重要的是 在各种重大事件面前 事事非非面前 你能够准确地正确地 恰当地帮他处理好每件事情 不让他有任何的顾虑 让他从你身上得着实惠 从你身上看到 你作为一个丈夫 尽到了该尽的责任 这是一个女人 在婚姻中幸福的来源 是不是这样 你嘴再甜 再会哄她 你平时再会陪伴她 但在重大事情面前 你不能让你的女人 依靠你 信赖你 你不能担负起 你该担负的责任 而是让一个柔弱的女人 出头露面 忍受屈辱 或者忍受任何的痛苦 那这样的女人 是感受不到幸福的 也感受不到快乐 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 所以说 任何一个女人 嫁给这样的男人 都觉得自己的婚姻不幸 自己未来的日子 生活没有希望 看不到光亮 因为自己找了一个 靠不住的男人 找了一个不尽责任的男人 找了一个孬肿 窝囊肺 胆小鬼 他感受不到任何的快乐 所以 男性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一方面 这是人性的需要 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应该从神领受 这是神交给每一个男人 在婚姻中 应该尽的责任与义务 所以 对于女人 你如果想走进婚姻 想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那最起码 你得先看看 这个男人 能不能靠得住 他的长相 身高 文凭 有没有钱 会不会赚钱 那都是其次 关键看这个人 有没有人性 有没有责任心 他的肩膀宽不宽 厚不厚实 你依靠他的时候 他能不能倒 能不能让你靠 能不能靠得住 准确地说 这个人 能不能像神所说的 能够尽到一个 做丈夫的责任 他是不是一个 这样的人 不说遵行神的道 起码他是一个 神眼中的 有人性的人 两个人过日子 不管穷还是富 不管生活质量怎么样 不管家里有什么 不管两个人的性格 是否相合 但是最起码 你所嫁的那个人 能对你尽到 他该尽的义务与责任 他对你有责任心 他心里有你 不管是疼也好 爱也好 最起码 他心里有你 他能够尽到 在婚姻框架之下 他该尽的责任与义务 那你的生活就幸福了 你的日子就美满了 你前方要走的路 就不会迷茫了 如果一个女人 嫁的男人 总也靠不住 一临到室 他就逃了 就躲起来了 没事的时候 他吹牛皮 说大话 好像自己有多大能耐 是男子和大丈夫 一有事 就变成大豆腐了 你说 那个女人糟不糟心 有幸福吗 正经女人 好女人就想 我平时照顾她 呵护她 我受什么苦都愿意 愿意尽到一个 做妻子的责任 但是在这个男人身上 看不到未来 这样的婚姻 是不是痛苦的 那女人感受到了 这样的痛苦 与男性 与她的另一半 有没有关系 这是不是男性的责任 那男性就应该检讨 不能总埋怨女性 事多爱唠叨 爱计较 互相都得检讨 是不是尽到义务 尽到责任了 是不是听了神的话 按神的话去尽责任 尽义务 如果没尽到 赶紧扭转 赶紧纠正 弥补 还来得及 这样做人好不好 咱们再接着往下看 随后就是 神对亚当 这个人类的第一祖先 又有吩咐了 神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 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 荆棘和吉梨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这段话主要是 神对男性的吩咐 不管是在什么背景下 总之 神既然对男性有了吩咐 那神的吩咐 就是男性在婚姻的框架下 在家庭中所该尽的义务 与所该做的事情 神要求男性该做的事 就是担负起在婚姻产生之后 家庭的生活来源 就是男性必要终身劳苦 才能维持生活 男性要维持生活 就必须出去劳作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出去工作 打工挣钱 或者是从地里种植粮食 打粮食来维持一家的生计 男性要劳苦 要劳作 养活一家劳小 维持一家的生计 这是神对作为丈夫 男性的吩咐 这是他的责任 所以男性在婚姻的框架之下 就不能强调说 哎呀 我身体不好啊 哎呀 现在这个社会工作不好找啊 我压力大呀 我从小父母就娇生惯养 也不会做什么活呀 你什么活都不会做 你结什么婚呢 你没能力抚养家庭 没能力劳苦做工 承担一家老小的生活 你结什么婚呢 你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一方面 神要求男性要勤劳 另一方面 要求男性要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当然 现在不一定 非要从地里得吃的 但是劳苦是必须的 所以 为什么男性的筋骨那么的结实 那么的壮 而女性就相对柔弱一些 它就不一样 神给男性 女性造的筋骨不一样 男性生来 就应该是劳苦 做工 维持家庭 生计 养活一家老小的 就是这个角色 她就是家庭的主力 而女性呢 神没有这么吩咐 女性是不是就可以坐享其成 什么也不做 只等着吃现成的 也不对 神虽然没有吩咐女性 担负起家庭生活的来源 但女性也不能闲着 你不要因为神没有吩咐女性 就认为女性可以对这事 袖手旁观 不是 女性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应该辅助自己的丈夫 维持一家的生计 女性不但要作为伴侣 同时也要帮助男性 完成她在这个家庭中 应该尽好的责任与使命 不能袖手旁观 不能看笑话 不能等着吃现成的 俩人得配合着 这样男性女性 该尽的义务 该尽的责任 就都尽到了 也都做好了 再接着往下看 神说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看 神给男性的劳苦 施加了一些额外的负担 让你劳苦还不算完 地里还要长出一些杂草 让你去拔 就是你如果作为农民的话 除了种地 还给你加了一些额外的活 你还得除草 不让你闲着 你得足够的劳苦 才能维持一家的生计 就如神话所说的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在男性劳苦这件事上 又加了砝码 到什么时候 直到你归了土 就是直到你咽了气 你这一生走完了 你就不用再这样做了 你的责任就尽完了 这是神对男性的吩咐 也是神对男性的命令 也是神给男性的一个责任与重担 不管你愿不愿意 这是神的命定 你逃脱不了 所以 整个社会 或者是整个人类 不管从主观上 还是从客观上来看 总之 男性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要比女性相对压力大一些 这不可避免地说 是来自于神的命定 神的摆布 男性在这世上 应该做到从神领受 担负起男性该尽的责任与义务 尤其是在婚姻框架之下 有家庭 有配偶的人 不要因为生活太难了 太苦了 太累了 而逃避 拒绝尽责任 你如果说 我不想尽这样的责任 也不想那么劳苦 那你可以选择退出婚姻 或者选择拒绝婚姻 所以 在你要走进婚姻之前 你得先想好 先想清楚 想明白 神对于一个婚姻中的男性 要求他该担负的责任是什么 你能不能尽到 你能不能做好 你所扮演的角色 你能不能扮演好 神对你的吩咐 神给你在一个家庭中的担子 你能不能担得起来 如果你感觉 自己没有信心做好 或者也没有意愿做好 不想做 你拒绝这些责任与义务 拒绝在一个家庭中 在一个婚姻的框架之下 所担负的担子 那你就不要走进婚姻 婚姻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 就是意味着责任与担重担 它不是儿戏 虽然它不是神圣的 但在我这儿理解 最起码 婚姻是严肃的 人应该端正对婚姻的态度 婚姻不是为了玩弄肉体的情欲 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情感需要 更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 它是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义务 当然更是对一个男人或女人 是否有能力 有信心 担负起婚姻中的责任的 一种肯定和验证 如果你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能力 担负起婚姻之下的责任与义务 或者你对这些事都是未知数 更或者你根本就不想 甚至厌烦走进婚姻 不想担负起家庭生活的琐事 与一些重大事件的责任与义务 就想置身一个人 神说独居不好 我觉得独居挺好 那你就可以拒绝婚姻 甚至可以走出婚姻 这个是因神而异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从圣经中记载的 神对人类最起始的婚姻的 种种说法与命定来看 婚姻不是游戏 也不是儿戏 当然更不是人所说的坟墓 婚姻是神的安排 神的命定 是从有了人类开始 神就已经命定好的 安排好的 那世上所谓的婚姻是坟墓 婚姻是围城 婚姻是一场悲剧 婚姻是一场灾难 等等这些说法 成不成立 不成立 那只不过是败坏人类 把婚姻扭曲了 败坏了 还有污名化了之后 对婚姻的理解 他们把正当的婚姻扭曲了 败坏了 污名化了之后 又对婚姻指手画脚 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谬论 释放一些鬼话 结果信神的人 也跟着受迷惑了 也对婚姻 有了一些不正确的 畸形的看法 你们是不是也被迷惑 被败坏了 那通过咱们这么交通 对婚姻有了准确的 正确的理解之后 再有人说 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你还会说 婚姻是坟墓吗 那这个说法正不正确 该不该这么说呀 不该 为什么不该这么说呢 既然婚姻是神的安排 神的命定 人就应该正确对待婚姻 如果人任意妄为 放纵情欲 乱搞淫乱 造成恶果 就说婚姻是坟墓 这只能说是自觉坟墓 自找没趣 不能埋怨 与神没有关系 是不是这么回事 说婚姻是坟墓的人 这是撒旦对婚姻 对正面事物的一种扭曲与定罪 越是正面的事物 撒旦败坏人类 越把它扭曲成邪恶事物 这是不是邪门 人活在罪中搞淫乱 搞三角恋爱 他怎么不说呢 乱伦他怎么不说呢 正当的婚姻 不是乱伦 不是淫乱 不是满足肉体的情欲 也不是儿戏 当然更不是坟墓 它是正面事物 神对人类的婚姻 有命定 有安排 也有神的嘱托 有神的吩咐 当然 更有神对婚姻双方 所吩咐的责任义务 还有神对于婚姻这件事 构成的说法 婚姻只能是一个男人 和一个女人的构成 这里有没有说 神造了一个男人 又造了一个男人 然后让他们有了婚姻 没有 没有同性的 没有两个男人 或者两个女人的婚姻 只是一个男人 和一个女人的婚姻 婚姻双方的构成 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既是伴侣 也是帮手 互相陪伴 互相照顾对方 互相尽责任 把日子过好 陪伴对方 走好人生路 陪伴对方 度过人生道路上 每一个艰难的时期 每一个不同的时期 特殊的时期 当然也度过那些平凡的日子 这是婚姻双方 所应该担负的责任 也是神的嘱托 神的嘱托是什么呢 就是人该遵守的 实行的原则 所以 对于每一个 走进婚姻的人来说 婚姻是有意义的 他对你人生的阅历 见识 还有你人性的成长 成熟 完善 他都是有辅助作用的 相反 你如果没有婚姻 你只是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或者是单独生活了一生 或者是有一个畸形的婚姻 不道德的 不是神命定的婚姻 那你所经历的 就不是正当婚姻之下 你所获得的人生的阅历 经历 体验 和人性的成长 成熟与完善 在婚姻中 除了体验两个人的 互相陪伴与扶持 当然也会体验 两个人在生活中 发生的分歧 发生的争执与矛盾 同时也一起体验 生儿育女的痛苦 也体验教育儿女 抚养儿女 赡养老人的这些经历 看着下一代长大 看着下一代与自己一样 娶妻生子 走进婚姻 重复自己的人生历程 这样人一生的体验 经历 阅历 就丰富多彩了 是吧 如果在你没信神 还没接受神的做工 神的说话 神的刑法审判的时候 你就有了这样的人生历程 再加上信神后 能够敬拜神 跟随神 那你的人生 就比普通人丰富一些 经历体验就更多一些 当然 我说的这些 都是在神所命定的 婚姻框架之下 你在身体力行地 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履行男人女人的责任与义务 履行妻子与丈夫的责任 责任与义务 这是应该的 如果你不履行你的责任 不履行你的义务 那你的婚姻肯定是一塌糊涂 你的婚姻是失败的 最终你的婚姻是会破裂的 你体验的是破裂的婚姻 失败的婚姻 还有婚姻给你带来的种种的麻烦 蝉累 痛苦与不安 走进婚姻的双方 如果都不能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双方就会起争执 发生矛盾 时间长了 争执越来越多 矛盾越来越深 婚姻就会出现裂痕 裂痕久了 就不会破镜重圆了 那这样的婚姻 势必走向破裂 走向灭亡 这样的婚姻肯定是失败的 所以在你来看 神所命定的婚姻不如你意 你认为不怎么样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认为呢 因为你在婚姻的框架之下 你所做的没有一样 是按照神的要求 神的吩咐做的 你就是自私地追求 满足自己的要求 满足自己的喜好意愿 满足自己的想象 从来不会为对方 克制什么改变什么 或者是忍受任何的痛苦 而是只强调自己的理由 只强调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喜好 从来不为对方着想 最后怎么样 婚姻破裂了 破裂的源头 就是人的败坏性情导致的 人太自私了 就连应该是一体的夫妻双方都不能和睦共处 不能互相体谅 互相理解 互相安慰 互相包容 或者互相为对方改变 放下什么 可见这个人类已被败坏到什么程度了 婚姻都不能约束人的任何行为 不能让人放下自己的私欲 那就没有任何一种从社会上来的好的道德 所以对于婚姻这件事 人应该从神开始命定人有了婚姻来认识 当然也应该从神领受 从神领受这一切就都是纯正的了 能从神领受了 人看待婚姻的角度观点就正确了 看待婚姻的角度观点正确的目的 不是只为了让人知道婚姻的概念和正确的定义而已 而是让人在面临婚姻的时候 有正当的、正确的、准确的、合适的、合理的实行法 不再受撒旦或者世界邪恶潮流的各种思想误导 来对待婚姻这件事 那根据神的话选择婚姻的时候 作为女性要看清楚 对方是不是神所说的 能够尽到男人的责任与义务的一个人 是不是值得你托付一生的一个人 作为男性要看清楚 女性是不是能够为家庭生活 为丈夫舍弃自己的利益 改变自己的缺点、毛病的一个人 等等这些都得要考察好 而不是凭想象 不是凭借一时的兴趣、爱好 更不是凭借撒旦所灌输给你的 什么爱情观、爱情论 这些错误的思想 盲目选择婚姻 这样交通 人对于婚姻所持有的思想观点 与所站的角度、立场 还有对待婚姻这件事 人该选择的实行 该遵守的原则 是不是就都清楚了 今天咱们还没说到放下人 对婚姻的追求、理想与愿望 仅仅是把婚姻本身的定义概念 说清楚了 这个话题是不是说清楚了 说清楚了 你们对婚姻还有抱怨吗 那曾经与你有婚姻的那一方 你离开的那一方 你对他还有仇恨吗 那你们对婚姻畸形的 偏执的理解与看法 甚至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些 幼稚的幻想还存在吗 应该实际一些了 但婚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 它涉及到正常人性的生活 涉及到人的责任与义务 而且有神所告诫人 要求人 还有吩咐给人的一些 更实际的准则与原则 这些就是人应该完成的责任与义务 也是人应该担负起的责任与义务 这是婚姻的实际定义 与实际存在的意义 这些也是正常人性 该具备的 好了 今天先交通到这儿吧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